特別是在這裏可以看到下面的大水池 還有這棵古樹 除了剛才所說已經吸滿汁之外 腹皮還很幼稠 剛才我們坐在樓下喝茶 位置都未收拾好 已經有個衣衣在這裡霸了 嘩!很聚首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長假期的第三天 昨天我們去過北京路 今天我們當然是來上下九 上下九昨天我們喝了一盞這麼便宜的茶 我們今天又嘗嘗比較貴一點 更加有懲懷的喝茶的地方 就是廣州酒家 重點不知道會否沒有位置 因為我們今天早了一點 現在是9時37分 比昨天早的總店 廣州酒家總店 文昌路那間 又有兩隻貓仔 30元一隻貓仔 不買就不要看了 我們今天是這樣計劃的 先去喝了茶 跟昨天差不多 喝完茶 大概預計11點左右 我們在上下九步行街那裡走一走 上下九步行街 究竟跟北京路行街有多大分別呢 因為昨天我們有去過的 我預計不知是很差的 肯定不會像平時 冷清清的一定會有人流的 及後也跟昨天一樣 每天都一樣 應該這樣說 我們會去市場買菜 可能會先去 剛才我們經過寶華裔市場買菜 這個小時就未夠10點鐘 今天天氣真的都挺熱的 跟今天差不多 大家看見了 剛才我們從寶華裔村出來 都是有很多步走不開 我們又找到位置了 都挺波折的 原先我吩咐在下面的老婆 硬了進來 我先去拿位置 我怕沒有位置 然後一等很久 都見不到老婆來 她打電話給我了 她說為何你坐在下面 當然是坐在樓上漂亮的 之後我便搬上來了 樓下的茶位價格較便宜 這裏的茶位是15元一位 有少許區別 不過區別就是這裏 區別就是這裏 可以看到下面的大水池 還有這棵古樹 上面的陽光還會灑下來 我們就站在國仔這裏 喝早茶 我覺得有這麼美麗的環境 喝一口美麗的茶 又進入我們萬眾期待的 獨餐牌環節 廣州酒家始創於1935 早茶時段由早8點到下午2點半 看看有甚麼東西吃 例如我們選擇了一個包汁腐皮捲 一個窩蛋牛肉粥 一個蝦腸 還有這個 原先在鮑魚鬚裡考慮過 不如想想要一個三瓶多幾款食物 沙奇馬餐包紅豆盞三瓶 這裏的點心 今天是節假日 另外還需要加10%服務費 然後如果在11點之前 點心會便宜2元 最小的小點是10元 最貴的優點是34元 除了剛才我們點的食物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很有特色的點心 常鮮區芥 月式巧頭牛肉酥 芥末梁瓜 即是用芥辣來做涼瓜的餃子 甚至是探秀仔最高興的 象形版率 小紅包24元一份 甚至龍蝦湯刀削麵都有 我記得以前在白雲賓館 大概2000年左右有刀削麵吃 當時15元一碗 很珍貴 現在也是15元一碗 差不多這個價錢 沒有貴了很多 比如說比較傳統的蝦餃王 小籠包優點是34元一份 這是蟹仔廁湯小籠包 不是普普通通街邊的小籠包 還有什麼比較特別的 叉燒包剛才我們也有想過大點 因為又點了粥 又點了蝦腸 所以沒有點到 昨天我們看到生肉包 昨天我們落單落得很急 點不到30包 這裡也有 這個生肉包是特點23元一份 還有薄餐、煎餃 各種我就不慢慢讀了 剛才也有想過 夾底粥也不錯 好,我們先下單 這個茶館很特別 這個茶壺仔,好熱好熱 它是用這種茶壺仔的 然後裡面有濕滿茶葉 旁邊有一個用酒精熱的水壺 倒些茶下去慢慢沖 夠了過癮 這些就是情懷 情懷無價 看看上邊的花蜜 挺有特色 太好了 非常有心思地 最早送上來的是牛肉粥 而且剛才拿上來的時候 我都懷疑 它明明說是窩蛋 肯定有蛋 一發開 而且它的蛋是放在下邊 不是放在上邊 經過受熱 蛋慢慢慢慢就熟 挺有心思 而且它也有公筋和公筷 至於我跟老婆兩份 我先拼了 這種窩蛋粥最好吃 它是剛熟的 這裏還可以攪拌均勻 然後牛肉粥是肉粥 最重要的是炸脆脆 不過通常炸脆脆 這麼早放進去 都肯定是換不出 這個很正常 放進去都更脆 這麼有趣 試試它 就是這個 嗯 它脆就固然脆 還有一種 像小時候我們吃得到炸蛋粥的香味 那種藍乳味 有藍乳味 應該就是加了藍乳味 好像炸蛋粥 蛋粥會再脆一點點 它就軟一點點 再加上牛肉和滑蛋 好吃好吃 而且肯定可以保證是廣府做法 再加了一點點蔥 粥就要趁熱吃 有些時候 如果我們來到西關這邊 有些街邊 小舖 吃粥就不夠膽 因為熱 來到這裏就不怕了 其實它應該是艇仔粥 這些 艇仔粥的 不過我們因為經常都吃 試試牛肉粥 因為吃過幾次 艇仔粥 吃牛肉粥 吃牛肉粥 都很容易吃 牛肉粥是圓正一塊一塊的 這是肉片 這個證實了 肯定是有醃過的 但不算醃得很嚴重 還吃得出有肉味 沒錯 這些就真的是廣州粥 次自小時候 在西關附近 甚至在家裡媽媽煮的粥 好 我慢慢吃粥 吃完粥再試試其他點心 嗯 這個粥真好吃 接下來就試試複皮卷 接著就複皮卷 複皮卷是包汁複皮卷 還有一點蔥絲 還有這個 蓬蘿蔔絲 很有情懷 這個不用說 你肯定是總店的食物 應該 是 廣州酒家就越來越多分店 這個是事實 它要擴張 它要令到更多人知道 但是這麼多分店裡面 必然是這間最有情懷的 我記得以前我老婆帶我來吃過一次 因為那時有個親戚住這邊 就來過一次 但那時已經很小 8、6、8、7年左右的年份 過年那個盤菜 嗯 過年的盤菜很好吃 這個我都打斷老婆說 吸收了醬汁 那些醬汁有多汁 它不要說水噴噴 下面有很多醬汁 盤子有很多醬汁 醬汁都吸收了腐皮卷 它又不會完全像豆腐一樣 一吋就辣 不是那種 是要咬的 再加上裡面那些不算太多 但是黑到好處的那些 那些三絲真的不同 因為如果喜歡吃羅漢齋 吃這道菜 吃這道菜的點心就剛剛好 裡面有些粉絲、黑木耳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 除了剛才所說 已經是塑滿汁之外 腐皮還很有豆味 挺正 是不是很吸引 我繼續吃那一塊 這塊等一會再說 我吃了一份腐皮卷 再吃一碗粥 真的好吃 雞蛋又不腥 牛肉又夠大 又不會有些大又有些細 它就加了一點點的薑絲 那蛋就沒有腥味 牛肉肯定會有一點點的 盒度好處 煮好的不可以 剛剛有些雞蛋在隔著 隔著那些雞蛋碎 真的忍不住 通常我很少拍完一項食物 重複再說回頭 但是真的好吃 腸粉也送上來 這次我們不節省 一於轉份蝦腸試鴨 來到廣州酒家 又是這一種 像上次我們去到蓮香牛的做法 這些就很精緻 切到一段一段 那一碟豉油一定要在你門前喝 哦 不會死浸著 嗯 有創意 然後再來 就是我很挑剔的一項食物 這碟豉油肯定是甜的 點多一點也不怕 繼續在這裡玩 這隻蝦都還未走出來 講明師傅到家了 嗯 這聲音就吞了入口 好 繼續煮多一條腸粉 這些是打不到包的 再來 看看這隻被我畫出來的蝦 你看看多大隻蝦仁 而且非常爽口 我再說一次 嗯 真的很爽口 而且裡面是有狗狗的 我很喜歡這種做法 另外 比較舊式傳統的腸粉 人們會做到很薄很薄的 你米漸比多 其實不容易做到那種狀態 他們還可以保持這種做法 好 所有鹹的點心就被我們清掉了 最後就做甜的點心 真的很有心思 這一款甜的點心 老實說 他要一早送上來 二到不得之了 後面做好 很正常 沒理由拆起碼才做 但是他們會等你吃完 那些鹹的點心 最後才上甜的點心 這就是心思 通常這些老字號茶樓 就在這些細微的地方 表現他的功夫出來 懂得欣賞才懂得欣賞 吃撥仔糕 最好就是用牙籤 嗯 剛才老婆就試過了 她說了很多東西 但我也不太明白 例如她說過不是用芝蜜粉 香港用芝蜜粉 就像我們的怪叔叔吃到的那樣 有些街邊的木薯粉 她試過說不是 不是 很有可能 她試過說可能會用芝蜜粉 試試吧 你試試咬一口一條 不是說很難口 咬一口一條 在我剛才用竹籤捏著的時候 其實已經手忙腳亂水未跌 我已經在周圍找東西 打算摺 如果是木薯粉 我可以保證 捏住了之後 你多兩樣東西都不會摺 因為我吃過 至於馬蹄粉 是像這種質地 是那種質地 它很容易 我都不知道 很容易 就來跌那種 裡面的紅豆 煮得很軟 我們最喜歡這種質感 我最喜歡這種質感 是 我最喜歡這種質感 因為用那些木薯粉街邊 好像吃橡膠 一吃完 這個小筊子就發現 這裡有棵粥樹 這個碟很便宜 然後吃完其碼 嗯 接下來試試餐包 餐包可能裡面都是咸料 我分了一半 跟老婆一樣一半 剛才老婆說想吃叉招包 我哄了多久 才哄到它換成餐包 這個碟頭 這個碟頭還是焗過的 有蜜糖 裡面是叉招餡 跟叉招包比起身 我是一個不喜歡吃叉招包的人 我喜歡這個很多 這個是焗的 每人口味都不同 其實它這個一包好吃 嗯 應該是上邊的蜜糖 很傳統的餐包 上邊的蜜糖 快點碟完之後會黏著 中間的餡料 會有一點點甜味 最後吃完薩奇碼 很難打開 因為怕吃不完 所以跟老婆兩分分 很難打開 說明它裡面的糖漿 用得夠 剛剛好 那些放得肥膩 就沒有糖漿 這些剛剛好 但我不會再等到碗裡 可能已經見過其他鹹的點心 嗯 真的不是脆 真好吃 是有椰絲的 它是有椰絲的 這個剛才被我們反轉了 就是它的脆脆的蛋味又夠濃 那些蜜牙糖的味道 又不會黏著你的牙 我會很怕那種感覺 剛剛好 有一點點熱力之後 它就會溶化了 唷 怪人知道了 廣州主打 剛才我們坐在樓下喝茶 位置都沒有收拾好 已經有個衣衣在這裡霸佔了 除了剛才我們喝茶的位置最美之外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打卡位 是可以看到整棵榕樹的 來廣州旅遊 這裡是一定要打一次卡的 對不對 而且消費很便宜 剛才我們叫了這麼多東西吃 吃到飽 極少量打包 150元有炸 這個位置也是不錯的 剛才是開陽一點的 這個位置就坐正榕樹底 還有龍鳥 不過鳥就應該沒有了 不是呀 裡面真的有鳥 動不動 是假的 我們就吃飽飽離開廣州酒家了 這個時候 上下的一部行街這裡 也都越來越旺了 最旺當然是皇上皇門口 十元均一這麼交關 這個什麼 這個十元均一 買滿168元 還有一鍋仔飯 買臘腸 皇上皇的臘腸是沒得談的 26元斤 未到市場就已經買了一袋臘腸 26元7毫 其實當然 行市場不是行這邊 我們只不過剛好過來趁阿二樓 看看上下九博隆街而已 走到這個時刻 確實與昨天同時期 差不多這個中數的北京路比 好像真的失色了一點 毛他又是幾個因素 天氣是一樣的 真的是我走到 我那頭汗很交關 第二 賣的東西 好像昨天那裡的刺激一點 又有雪糕 又有奶茶 又有金泡 至於這裡 最熱鬧就是剛才我們喝茶的廣州酒家 其實連香樓 桃桃居都熱鬧的 我們離開的時候 廣州酒家已經要等位了 我們聽到開咪喊 20元一位茶馬上有位 誰要去 但很多人仍然坐著不動 我們看到的 有8元一位茶 有8元一位茶 有便宜也有貴 我們那位是最 我們是監獄的中間 不是 我們那位15元是最值得的 是 最值的 性價比最高 應該這樣說 他可以看到那棵樹 沒錯 可以看到那棵樹在這樣的環境 至於你說下邊坐榕樹底 那裡也可以 都可以見仁見智 但如果對於我們要拍攝來說 其實剛才那裡真的好很多 這個是雪山 上下9月就輕輕看過 確實都是及早去市場買菜好過 下次再來過 晚上應該會更好看 去哪個市場好 這裡一直走去文化公園 去清平市場 好啊 好啊 前面623路轉過去就行了 我們決定經過這裡 回去市場 這裡叫光瓦里 走過才知道 原來這裡有很多餐廳 有炒飯炒粉 有生滾魚粥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這個是潮汕那些美食 15億武草湯粉 15元而已 以我這麼淺薄的認知 我們港府人很少用億武草入棧 他們潮汕就會比較多 直到我們像湯粉 河粉中 我完全還手過 很少來走 非常少人 もり 我們通常都喜歡 鄉嗎 1966 之後走 看看あれ走 看一下有什麼好東西 我剛才隨便看過地圖 hmm 我們在我右走平常住 是上下9oupod 街 往前走 通常是23宗 很容易找到這條路 complexity 只是有何容易走 這條路 這叫光顏里 通常都是走外面上下狗 剛才我們走過兩間廣場門口 想要遇遇客村的人太多了 這裏又犯一檔 看看多不多人在這裏搞它 這裏是20個人的 這裏是10個人 10個人是嗎 10個人是嗎 10個人是 迷迷懵懵繞了一個圈 我們又回到廣州酒家門口 我們在這裏過去市場 這裏嗎 為何你懂得這條路呢 這裏還要不用數碼 等我更猛地說自己 經常拍攝很熟 這裏是老婆比較熟 這裏就像餐廳那裏 在這裏買了一些大生蠔 炒甜螺 在旁邊吃 有幾個人 還要燃烤生蠔 這裏真是第一次有這個 這裏是一村外出的 一來到這裏 我就知道這裏是什麽地方 唉 當然簡單 原來這裏這麼熱鬧 我們原來很冷清清那種 原來不是的 以前買牛雜 我記得很好吃的 但又倒閉了 一出回到這裏 就有金魚街 這裏是坐巴士去香港 現在應該沒有了 現在在澳門 應該是去中華大油店 中酒 或者你坐火車也可以 如果坐巴士應該是中酒 坐巴士舒服些 再來是賣魚糧 我還非常記得之前 幫各位觀眾在前面找屋 再換個角度看看 如果要買少許金魚 便可以來這裏 其實老婆想來這裏 玩玩玩捏貓 金魚就是次要的 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我喜歡金魚多的 如果真的要買 當然是去方村 當我選擇 這個地洞終於填滿了 上次我經過在挖地 很害怕 他挖了些什麼 在小狗 在那裏 那裏有 那裏有嗎? 先看那裏 哇,醬也混在一起 上次我走進屋 是嗎? 這隻還在北平 猴貓也有 很厲害 它的模式很搞笑 那些爪子特別尖 有一隻 天下 不理人呀 多久 經過北遠我們來到梯雲風路和清平路的交界處 原來這裡也有很多乾貨 海味買的 清平市場 就是在旁邊 我們來這裡其實就是想去買幾條菜 家裏還有很多食物未吃完 不過今天兩次去喝茶 砍料 是呀 排隊 今晚你排到就去買吧 你排到就去吧 不是 甚麼都有 砍料 要拿醜 是呀 你不知道嗎 你真是 你看看對面那些人 都排隊了 嚴核酸都沒有那麼認真 那些人 僅此一家 僅此一家 僅此一家別無婚店 是啊 不要等了 不要等了 真的不要等了 燒鵝漂亮 剛才問過 要等40到45分鐘左右 他應該是有一些名字 當然了 現場弄 現場派醜 好像上次吃乳鴿一樣 不過這個就不同 永興燒納 老婆說 下次早點 只有這麼多人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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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貓 過來嗨嗨嗨 嗚 哎呀 行了 你看 你看 貓頭 你看 嗨 貓公 我們進去 我還記得 在菜欄橫街 我還記得 還有一個菜欄東 就在前面 買花菇 62元 買花菇 要 要半斤 半斤 半斤 好啊 自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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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袋可以了 打包裝袋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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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年了 苗柱 花菇 真的有很多選擇 很好 很好 而且 都是本地人 容易溝通的 叔叔多熱情 帶我們進來看冬菇 大香菇 不是廣州人 如果有個馬利西亞 就叫你買 哦 如果寄去馬利西亞 方不方便 現在可能不方便 不方便 不方便 挺開心的 叔叔拍下來了 哦 叔叔 你加了我不是廣州 這裡可以有錢 你買東西 是啊 你可以對比一下 看過這麼大的冬菇 哇 拍下來了 老闆 哇 好聚首 多厉害 市場門口那裡 市場門口那裡 超大隻冬菇 花菇 很多 花菇 你們多數都是花菇 主要是花菇 好 謝謝叔叔 我們先走了 這檔阿叔不錯 夠熱情 而且溝通方便 大家明白就明白 我們現在真的去買菜 又玩完人家貓 又買了冬菇 終於走到來 差不多回到清平市場 這個口 超厲害 那些味道 前面這裡 我先憑一下 十三浦南路 我憑幾億 去到再看看 開股 對不對 十八浦南路 記住 十八浦南路 這邊 這邊就是塞蘭東 我記得 十八浦南路 我記得 十幾浦南路 還有上一次 幫我觀眾進去拍攝 經過對面的坑渠 差點跌倒了 對 對 對 有段時間不用拍攝 幸好沒事 在前面 往左轉 就是塞蘭東 橫街 我們叫塞蘭東 一進去 就會看到市場 平三分一 現在這個中數 剛剛過了十二點 應該都會有東西賣 通常老西關這些店 那些店舖 這些菜市場都是這樣 就是這裡進去 這裡是有市場的 不過就不是上次 我們在吳財記對面 口進去的市場 右轉左就是 塞蘭東環街 上次我來拍攝之後 各位觀眾說意猶未進 我們今天游來多次 家電維修部 我最記得的 就是觀眾應該要求拍攝這裡 市場就在左邊 在我的右邊 一直往後面 就是六二三樓 這裡就是清平東菜市場 上次我們經過的 好像是清平西的 一進來就是一堆肉當 我們不打算買太多東西 在家裡還有些東西未吃完 嘗試燒排骨 也還有的 看看買些什麼 平行買些東西便會回歸 排骨 33 33 3 3 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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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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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條 1條 2條 41 买几条看对,立刻买,出手,买了就走 有些油盐章菜,买了的价钱对,又可以 再买两条菜就完成了 哇,已经有生菜,买多漂亮的生菜 再来买菜心,3.5元本地菜心 对啊,还有些洞洞的,不算太多药 这个是什么来的?水瓜? 这个是什么来的?水瓜是这样的? 这个是什么品种 该喝完茶喝完茶,该玩完人家猫,玩完猫 各种该买齐的买齐,又看上下9 今集影片也是时候要结束了 国庆假期第3天 明天我们看看去哪里,可能会变成傍晚的 可能和女儿出去玩一下走一下 好,约定大家下集见 微辣就微辣吧 广合富宇,新装上市微辣的 这个是开瓶广合产的 对啊,很好吃 通常我们会叫水口,好像会叫广合的 对,你要认识住哪里产的 刚才有问过老婆 她来,腌肉的腌肉是腌肉 还有什么? 没有菜也行 很好吃的,真的 我当然知道 用来腌排骨 腌排骨,腌鸡翼也行吗? 当然行 明白了,明白了 嗯 而且这个更好,还有少少辣味 是的 好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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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